我其实就只是想要把它做记录而已 因为你看喔 原子习惯 他不是就讲说 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吗 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去查我的IG 就是也是分离说书的IG的话 你就会发现 2017年那时候写的东西 写的有够烂 就是标点符号也没标好 然后段落脉络都乱七八糟 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管它嘛 反正我就是记录我读了这本书 那你看我一年如果读了大概五十本的话 那现在已经七年 对不对 那就三百多本 那我三百多本的记录的书写 我的文笔总会进步吧 我会进步三百次 我会从没有标点符号到可以写得很好 你都是用打的吗 我都用手机打字 或是偶尔有电脑打字